我看現在大概台灣 就只有這個中華隊贏了這件事 我們通常說一個冠軍隊 他通常啊 他一定要在很多地方都贏過啦 你才能夠維持那個在 最關鍵時刻的心情的穩定 所以 坦白說我剛剛跟各位講說 我看台灣的棒球看50幾年了 這一支球隊真的是我見過 最強的 我認為 一點僥倖都沒有 這個昨天晚上啊 我大概 因為棒球贏啊 各種朋友貼貼圖啊 搞到半夜2點啊 大家樂風啊 這個 我看現在大概台灣 就只有這個中華隊贏了這件事啊 有全民的共識 也有人寄給我一大堆圖片啊 影片啊 這個信義計畫區 前面通通都是人啊 台中也是啊 市府網場 我有朋友那個租電影院在看 陳潔憲打出那個全雷達 簡直是瘋啦 打出那個三分全雷達 高興死了 所以昨天估計 很多朋友都睡得不好 那亮哥這個直播啊 待會兒到了8點多 大概也要被人家插播了 因為待會兒我們那個 我們的英雄們就要回來啦 從日本回來 到時候從桃園機場一路一定追星啊 我這個今天算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啦 事實上 我稍微看了一下 這個中華隊的陣容啊 其實 這個 我也蠻有感覺的啊 我們中華隊總共有28個人啊 那裡面有13個是原住民喔 所以這個感謝原住民朋友的貢獻啊 那他們在田徑啊 球類啊 還有唱歌啊 特別有本事啊 這個其實是很 很不容易的啊 你去想一想啊 這個我們台灣的 我們台灣的原住民啊 人口只有2.5%啊 那整個中華隊 因為28個人他佔13個 佔46%啊 這個其實你可以去看 這個 所以 感謝他們的貢獻 那我昨天啊 也看到 我剛剛看到這個艾爾達體育頻道 剪了一支 昨天那個台灣對日本的精選啊 那結果這個 才20個小時啊 現在 在瀏覽的次數是198萬 這個大概是亮哥 一輩子的夢想 天啊 20個小時 你想一想台灣 台灣才多少人對不對 你這個當然不能用 中國大陸來理解 或美國來理解啊 台灣耶 20個小時 198萬的瀏覽量啊 所以坦白說這個 表示大家 還在興奮之中啊 大家還完全在興奮之中 這個 可是啊我們今天不講這個啦 因為我又不是球評 不過因為我對體育 我是有點關係啦 因為我當過體育委員會的副主委 我以前也搞過羽毛球 我以前當過羽毛球理事長 所以如果是羽球比賽 我就非常有感覺 那棒球當然也看 棒球我活到這把年紀了 我看台灣的棒球 起碼也看50年了 50年啊 你沒有聽錯啊 看了50年了 那可是我不講啊 真的實在太高興了 因為 我們純就體育的角度看 他贏了一點都不僥幸 這個 第一天他就輸了 輸給委內瑞拉 0比2 大家就想說後面是美國跟日本欸 那坦白講 美國這一支隊啊 這個相對 他有很多高手都沒有來啊 不過不管啊 也是 可是我們就打得非常漂亮 那到了日本 居然可以玩風啊 4比0 這個難度太高了 所以我坦白說啊 我們對美國是8比2 那對委內瑞拉是0比2 所以你看出 然後對日本是4比0 你看出我們中華隊是一支 很能防守的球隊 我講他幾個point啊 就是他防守力量非常強大 昨天我就看到有好幾個球都蠻危險的 他都救到了 那第二個就是他心理素質很棒 你第一天就輸了欸 你輸給委內瑞拉 那委內瑞拉呢 這個球隊也是很奇怪 贏了第一場結果後面都輸啊 結果排到第4名去了 可是不管 我們就看到這個球 球隊心理素質很好 其實我也 我上次也看奧運啦 那因為奧運台灣就相對比較沒機會 大陸選手 厲害的人一大堆 那我就看這個人的心理素質 這個其實我們 因為我以前在體育界待過 我們通常說一個冠軍隊啊 他通常啊 他一定要在很多地方 都贏過啦 你才能夠維持那個在最關鍵時刻的心情的穩定 這是第二個 那 第三個就是打擊力道也不錯 所以 坦白說我剛剛跟各位講說 我看台灣的棒球看50幾年啊 這一支球隊真的是我見過最強的 我認為 一點僥倖都沒有 真的一點僥倖都沒有 所以這個 所以陳潔憲被人家說是MVP啊 這也沒什麼不對 真是太厲害了 真是太厲害了 那 這個 有朋友說這個 大聯盟沒來 大聯盟不能來啊 這個 12強就是沒有大聯盟 MLOP來 大家也玩個鬼啊 對不對 那當然現在 可能我們台灣 有幾個球員會被 美國的大聯盟看上 這個可能性存在啊 不然你去看那個大股相比 那怎麼比了對不對 這個 這個題外話啦 不講啦 好 好 好